哈囉 我是金融老師 我們現在要來嘗試做更難一點的叫做Size 18度 那Size 18度的話 這邊我要先介紹一個有所謂黃金三角形 那黃金三角形有兩種 一個叫做銳角的黃金三角形 成如現在黑板上圖上所說的 它是以36度當頂角 然後以72度75度當兩個底角 這當然是建立在等腰三角形上 當然這是屬於銳角的黃金三角形 但如果是頓角的黃金三角形的話 它這邊已經是頓角 就會建立在108度 那如果這邊是108度的情況之下 下面兩個底角就要去把72度分掉 所以下面兩個底角是36度 那這裡有這種三角形 我們都叫黃金三角形 那在Size 18度這一邊呢 我們用到的就是黃金三角形的銳角形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把36度去做一個腳平平線 或者我們也可以運用不同的方法 因為既然它是一個等腰直腳伸樣型 我們從底邊去做中垂線 也一定會通過頂角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嘗試來做做看 這不要畫太大 因為我們的空間也沒有很多 我就這樣子低腳 我們就做一個簡單的中垂線 中垂線 然後呢我們把它連起來 那連起來的話它應該是會通過的 通過 這邊就不能太有自信了 每個畫起來是亂七八糟的 這樣通過 我們就到這邊 這裡呢我們就得到一個叫做垂直 然後呢這兩個會去做平分 那做的這個目的是什麼呢 因為 這兩個中垂線 這是一條中垂線通過頂角 這兩個又相等 這90度又共用邊 那麼這兩個三角形是不是就是全等 那如果全等的話代表我們把36度 也可以說36度做腳平分線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這個腳 這個腳就叫做什麼呢 18度 也就是我們要的主腳 18度就是我們要的主腳在這邊 那再來這又是一個主腳三角形 我想同學們應該知道 健康老師要做什麼事情了 就是我已經知道了斜邊是這一段 那這一段又是18度的對邊 所以我們只要找到斜邊 當分母 對邊當分子 sin18度就找到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邏輯想法 那在這邊就開始進行 那開始進行的時候 我們要付一些符號 就是我們這邊可能會給他一些符號 就是說假設我們就把這一邊 叫做一個單位長 這邊叫一個單位長 當然這邊就叫一個單位長 但是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我們既然要找18度簡單一點 我們就讓這邊叫做x 這邊也叫做x 那當然整段這一個就是叫做2x 那給他一個名稱叫做abc abc 現在剩下我們再做一個動作 我們再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腳b做一個腳b的腳平分線 第一個 記得我們第一步是從這邊去做一個 從a拉一個垂直線下來 或者從bc做中垂線上去 一定會通過a 所以找到了18度 這是第一個想法 第二個想法 我們再來找b的平分線 那b為什麼要做平分線 賣個關子 我在邊畫同學們你們邊想 為什麼我要做腳平分線 賣個關子 希望同學們在這邊已經有想出來了 為什麼我們要去做一個腳平分線 好這樣子 如果今天做了一個腳平分線之後 大家就會發現一件事情了 我們這邊做了一個腳平分線 這也是七十度 所以我到這邊呢 我創造了這裡一個新的36度 這裡也創造一個新的36度 然後呢 我們就會發生一件事情 這個呢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去做圖案 如果說喜歡畫圖的這邊 慢慢的欣賞這個畫圖 現在變成美術客 塗鴉 把它塗鴉 看起來很colorful 好像塗鴉 那麼這個橘色的斜線 跟大的就是形成一個相似型 再來呢 我們把相等的 因為這裡是36度 所以這邊又是36度 這整個是36度 所以我們又可以知道這一段 是得這一段的 我們要畫三幹 因為這邊已經有畫了兩幹 所以這一段等於這一段 那既然我們這是2X 那剛好呢 這邊是72度 這邊又是36度 所以這一段又是72度 所以它也是一個等腰 所以這邊也是2X 那既然這一段又等於這一段 所以這裡到這裡也是2X 再來呢 我們就直接可以推 假設ABC D等這一間是D 那D這一邊呢 因為這一段是2X 那整段是E 所以我們就叫1-2X 好 以上就是我們所要看好的材料 都在黑板上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做最後的動作 我們要去把3-318度找出來 所以我們這裡我們就用 開始進行 我們就說在三角形 三角形我們就直接進行 就是說三角形ABC 相似於三角形 ABC相似於三角形BCD 那當然再來我們就直接說AA相似就可以了 Be similar to AA相似 那接下來就利用比例的方式 所謂比例的方式就是說 大三角形裡面呢 AB比上 我們這邊稍微寫詳細一點 AB去比上底邊 底邊就是BC 會等於橘色的這一段 會等於橘色的這一段 橘色的BCD的 這個斜邊就是那個斜邊 AB對應的是BC 所以它對應的就是2X 我們這邊還是先寫符號 對應的就是所謂的BC 就比上 所謂它的底邊就是CD 這時候呢 AB是1 去比上 BC是2X 會等於2X去比上 CD要注意的就是因為這一段是2X 所以這邊是1-2X 再來我們就剩下比例了 這就是說 就照國中類的比例的一個運用 所以我們就是內層外層 所以就變成4X的平方 會等於1-2X 所以呢 4X的平方加上2X-1等於0 那這邊我們運用公式解就可以了 公式解就是這邊 AX平方加上BX加上C等於0 就會等於X 會等於2A分之 負B加減根號 B平方減4A 我想同學們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那我們就是直接來減7X 就會等於2A就是8 這是8 那再來的負B是負2 加減根號 B平方是4 再來是4加上16 所以這裡面就會出現了 8我們知道寫8 那負2呢 正負 因為這邊根號20 根號20就變2根號5 我們因為負不合我們取正了 取正了 然後順便約分 順便約分我們就可以得到 我們在那種紅色的這邊 我們就可以知道X 會等於4分之 4分之負1加上根號5 既然我們就知道X是4分之負1加上就是這一段 所以我們就知道sin18度 就是所謂斜邊分之對邊 那因為斜邊是1 我們就不用刻意在分五上寫1 所以sin18度就是4分之負1加上根號5 好 這邊寫好一點 希望同學們在這邊能夠得到更多的薪資 在幾個 尤其是在黃金三爾型的應用上 這裡有運動 腳皮們當然有齒規做圖啦 腳皮們中垂線 再來還有相似系 那再來用到比例的方式 那希望同學們在這邊能夠有所得有所獲 加油